再来看本地 备受期待的黑色星期五再度登场 为次金买气推高年底业绩 全导各家百货公司和零售商 通过众多吸睛的商品折扣和促销活动 吸引消费者到实体店抢购 受访商家预计今年的营业额将比去年更好 来跟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白沙福商业城的BHG百货公司 中午迎来不少抢购优惠商品的消费者 百货公司透露 自社交聚会人数限制放宽至五人 这个星期的客流量同上星期相比增加近两成 误解录麒麟大厦的大型电器和家具零售商COTS旗舰店外 上午更是大排长龙 商家表示已做足准备应对高涨的购物需求 各类热门商品都有足够的库存来应付这期间的大量需求 我们也确保我们实体店面有足够的客户服务人员 以随时协助我们的消费者 附近的高导布百货公司也人头喘动 除了商品折扣 业者也通过付送赠品等促销活动 吸引消费者前来购物 我看到有很多人都下来买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气氛比明 比去年可能要好很多 因为每年都有过来看的嘛 所以今天也是想过来看一下 因为平常传单之类的东西 它的折扣会比较多一点 误解录在黑色星期五这天也是比往常更繁忙 到处都人山人海 交通也一度出现拥堵情况 而这样的景象预计从周末持续到星期一 因为各个商家还会在往后星期一通过线上线下优惠 刺激年底业绩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